哈囉大家好我是腿 今天我來跟大家分享 魚類的賺錢知識 因為一定還有很多的玩家 並不知道有哪些魚是可以拿去換錢的 又有哪些魚是可以保留起來有其他用途的 而且賣魚的地方也是一個重點 一點不同收購價格也有差別 聽起來是不是覺得好像有一點點複雜 不過大家可以放心 在這部影片裡 我會一一把這些重點全部告訴你們 所以我們就不囉嗦直接開始吧 首先是可以換成家具的7種魚 1. 白白金對應白白金噴泉 2. 河童對應河童壽池塘 3. 分海豚對應分海豚噴水池跟愛青池 以上這3種魚可以在傳奇格換成對應的家園擺設 4. 冰淇淋屬對應屬銅像 5. 綠鯉魚對應龍銅像 6. 便衣斑馬魚對應馬銅像 7. 櫻花蛇對應蛇銅像 以上這4種魚則是要到陳列式換成對應的家園擺設 這兩個選單都是在大利益寶藏格裡面 接下來是可以做成料理的14種魚 小紅蝦、冰川蝦、鯉魚、大閘蟹、狗魚 金鯉、金魚、桂花魚、帶魚、雪魚、熬蝦、燙口魚、金槍魚、冰川紅蝦 以上14種都可以做成料理 至於食譜的話如果大家想看再留言告訴我 接下來是可以用來送禮的15種魚 冰淇淫薯、鯉魚、羅漢魚、小丑魚、章魚、河童、爆爆熊、水蜘蛛、初戀海星、月亮海螺、星空魚、櫻花蛇、玫瑰海星、河童 以上15種魚對應的NPC 我有拍了兩副好感度影片 有需要可以點右上角的資訊卡前往收看 剩下沒有介紹的魚種就是可以直接拿去賣的囉 那魚要到哪裡賣呢? 我們要來到城堡找尼克 點今日高價物品 他每天會用2.5倍的價格收購指定魚種20條 如果指定魚種數量不夠的話 可以用其他的魚來補 尼克收購一天最多就是20條而已 這20條賣完之後 還想要賣魚的話 就必須要改到桃桃樂街找花繩 雖然收購價格比較低 但也只剩下這裡可以賣了 那以上就是這次的內容 希望有幫助到大家 有錯誤的地方再麻煩各位留言告訴我 如果你們喜歡這次的影片 請幫我訂閱、按讚還有留言 這些對我來說都是非常大的鼓勵 我是腿 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囉